例如右下錶 吸收有ABC三個物質 然後它質量都一樣對不對 那比熱不一樣 請問吸收相同熱量 誰的溫度上升最多 這個題目其實可以用算用看 我們怎麼看呢 看一下喔 公式叫做H等於什麼 M乘以S乘以ΔT 對 它現在問ΔT對不對 好 那吸收相同熱量 所以就是代表這個固定對不對 H要固定 H固定 然後剛好這邊的質量也是怎麼樣 也是一樣對不對 所以代表它也是固定的意思對不對 質量也固定 好 所以比熱跟ΔT會成什麼比 這兩個在等號統測會成反比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個大這個就小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選擇ΔT最大的 那就是S要最什麼 最小的 因為這兩個是成反比對不對 可以嗎 等到同色成反比 所以他們S跟T是反比的關係 好 所以請你找出一個比熱最小的 請問是哪一個 C 最小的 比熱最小的是 C C 0.4 我看過 所以這題大家選C C C最小的 0.5 1.2 我就不會看一個 所以是0.4最小 就不用算了 知道嗎 那第二題 你可以用一樣的方式 一樣 我們用這個公式來 H等於 N 乘以 S 乘以 ΔT 好 那麼呢 這一次問的問題是 在吸收相同溫度對不對 也就是溫度 變化應該怎樣 一樣 所以 第二題是 ΔT固定起來 還有哪個固定 質量還是一樣 對不對 質量也固定 好 我們發現 S跟H會成什麼比 SH會成正比 對不對 所以 S越大 H就越大 所以 你要選擇熱量最多的 你就選擇比熱最大的 所以要選哪一個 B 所以第二題的話 答案就選B B OK 這樣就完成了 你也不用算 你不用比大小就看公式去比大小 公式 要記得公式 不是華式 公式 OK 那 立題六 甲乙兩個金屬的質量是 800跟400 比熱是S甲乙S1 那如果甲吸收800卡 然後呢 溫度上升10度C 那乙吸收1200卡 上升30度C 則甲跟乙的比例要這麼算 好 好 這兩個 我們可能要給它求出來看看 求看看 對不對 好 好 你可以用哪個公式呢 你可以用 H 可以用 H等於 MS 什麼呢 留塔P 那我們直接用S的公式好了 S甲 我們就直接算出來好了 S甲 等於多少呢 S是什麼呢 上面是放卡的對不對 比熱的話就是卡 主語 克整度C 每公克 上升度是需要多少卡 所以就 H甲 主語 M甲 乘以什麼呢 DELTA T甲 好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帶進去好了 S甲 給多少呢 吸收800卡的熱量 好 質量是800 這題是會考的題目 它還蠻好心的 讓你可以約會 好 那留塔P給多少呢 10 所以你可以算得出來嗎 它的 比熱就是0.1對不對 10分之1 1.1 好 讓我們再看一下 比熱以S 等於 H 以 除以M 乘以 留塔T 一樣 我們把數字帶進去 比了吸收1,000卡的熱量 好 質量是 400 呃 留塔T收到了 30度 這邊是 比的 可以嗎 30度 好 所以呢 剛好是1,700分之1,700分之1,700分之多少 等於 0.1 呃 0.1 對 因為這邊是1萬2千 好 所以是幾比幾呢 1比1 嘿 所以比熱是1比1 好 大家就選 A 好